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R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伦敦的Waterloo East Theatre 正在上演一部名为Rishi Sunak的音乐剧 的讽刺音乐喜剧 这不仅60分钟的演出 通过歌曲和小品 对当前的选举活动 进行了幽默的批判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演出将持续到2019年7月6日 接下来 设计公司Figma因其AI应用创建工具 被指抄袭苹果的内建天气应用 而引发争议 尽管Figma的CEO表示 该工具并未基于现有应用进行训练 但公司承认在设计系统上存在问题 并已将该工具下架 最后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中国在生成是AI专利申请方面 遥遥领先于美国 过去十年中 中国申请了超过38000项相关专利 占全球总数的70% 这些技术 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 制造业 运输和安全等领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 最近一部名为 Rishi Sonic's Doing a Musical的音乐剧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部剧 由Joe Venable和Rob Gazaco 在六周内完成 充满了即兴创作的能量 和出人意料的精致打磨 剧情设定相当荒诞 Rishi Sonic 由Current Dan的扮演 雇佣了一对贫困的编剧 通过音乐剧来 重塑他的形象 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这部剧中 Soonak 以一种自嘲的方式 表演了一段嘻哈舞蹈 表达他童年没有Sky电视的遗憾 其他角色 如Lise Tross 和Pierce Darmer 也以夸张的方式登场 剧中 充满了对当前政治局势的讽刺 这部仅60分钟的音乐剧 虽然在中途有些乏力 但凭借机制的写作 和高频的笑点 仍然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Guardian报道 设计公司Figma 因其AI应用程序生成器 涉嫌抄袭苹果天气应用 而陷入争议 Figma推出的这款名为 Make Designs的AI工具 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简单描述 生成应用界面 然而 iOS应用开发者 Not Boring Software的创始人 Andy Allen发现 该工具生成的天气应用 与苹果内置的天气应用 几乎一模一样 Figma的首席执行官Dylan Field 在社交媒体上为公司辩护 表示这个工具 并非通过训练AI系统 来抄袭其他客户的设计 而是使用了现成的大语言模型 来指导手工编码的设计系统 然而 由于设计系统的变异性太低 导致生成的应用过于相似 Field承认这是它的失误 并表示 公司将改进质量保证流程 根据美联社报道 联合国知识产权机构表示 中国在生成事AI专利申请方面 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美国则位居第二 报告显示 在2014年至2023年间 中国提交了超过38200项生成事 AI发明专利申请 而美国仅有近6300项 生成事AI技术 可以帮助用户创建文本 图像 音乐 计算机代码等内容 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 制造业 交通 安全和电信等行业 然而 一些批评者担心生成事AI可能会取代 某些类型的工作岗位 或不公平地使用人类生成的内容 尽管中国在专利数量上领先 但美国在开发最前沿的AI系统方面 仍占据优势 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报告 从2014年到2023年 中国在生成事人工智能 Gen AI专利方面的申请数量超过美国6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这10年间 共提交了38,210项相关专利 占全球54,000项专利的约70% 美国以6,276项专利排名第二 紧随其后的是韩国 日本和印度 自微软支持的Open AI 在2022年底推出ChatGTT以来 生成是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激增 2023年提交的专利 占总数的25%以上 中国公司已经推出了200多个大型语言模型 这一现象促使本地大型科技公司和AI初创企业 争相开发自己的产品 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平安保险 以及中国科学院等中国公司成为最活跃的专利申请者 腾讯以2074项专利排名全球第一 WIPO报告指出 这些专利涵盖了生命科学、文件管理、商业解决方案、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安全和电信等多个领域 预计生成是人工智能将加速新药开发、自动化文件管理任务 并辅助客户服务机器人 雅虎美国报道 谷歌自2019年以来的排放量增长了48% 反映出人工智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人工智能模型在短时间内运行大量计算 导致计算机的能耗急剧增加 谷歌在其报告中表示 随着更多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 减少排放将变得更加困难 谷歌和微软均设定了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但两家公司目前的碳足迹已超过斯洛文尼亚 谷歌在报告中提到 正在采用一些能够显著减少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所需能量的做法 并利用人工智能在三个关键领域应对气候变化 指导司机选择更节能的路线 帮助城市工程师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时间 以加快交通流量 以及向80多个国家提供先进的洪水预警 然而 人工智能的气候影响依然显著 华盛顿邮报报道 今年5月 一名20岁的男子 在印第安纳州维恩堡的一家杂货店内持枪直播 声称要射杀11人 并在直播中使用种族歧视言论 尽管没有人受伤 但事件的直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数月后仍有数十个视频在线 累计播放量达数百万次 伦敦智库战略对话研究所ISD发现 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内 X和Facebook上共发现了40多个视频 绝大多数播放量来自X 研究人员指出 视频的传播反映了技术公司 在处理缺乏明确恐怖主义 或意识形态联系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时的执法漏洞 尽管Meta前Facebook和X前Twitter 都是全球互联网反恐论坛的创始成员 但由于此次袭击事件 没有明确的恐怖主义 或极端暴力组织联系 相关系统可能未被触发 研究人员指出 这些视频显然违反了公司的政策 但仍未被有效删除 《独立报》报道 英国广告监管机构 已撤下数百个海外整形手术诊所 和减肥注射广告 特别是针对妈妈改造手术的广告 广告标准局 ASA每天撤下100个不安全或误导性的 处方药广告 主要针对肉毒杆菌和减肥注射 ASA的调查运营经理 杰西卡太一解释 这些诊所通常利用 Instagram和Facebook吸引英国患者 并通过促销优惠和立即行动 来诱导人们进行手术 他强调 这些广告使用轻松的表情符号和措辞 暗示手术就像度假一样轻松 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此外 ASA还对未限制观看年龄的TikTok网红采取了行动 英国医学会年会上 医生们警告说 NHS正因外科旅游导致的并发症而收拾残局 NHS医疗总监斯蒂芬·波维斯也警告称 患者为了海滩身材而使用减肥注射 ASA的新恋爱工具 每天能扫描数千个在线广告 帮助监管机构对100个广告采取行动 雅虎美国报道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空间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加州理工州立大学的伦理与新兴科学小组 发布了一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报告 探讨了空间网络攻击的威胁 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 卫星网络攻击时有发生 但全球警钟在2022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才真正敲响 卫星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GPS信号在金融服务和移动电话网络中至关重要 地球观测卫星则用于天气预报 环境监测和自然灾害响应等 报告指出 随着空间变得越来越拥挤和竞争激烈 网络攻击成为对空间系统的主要威胁 复杂的空间系统硬件难以升级 供应链长增加了漏洞的可能性 报告提出了 Acarus矩阵能够生成超过400万个独特的变量组合 用于模拟潜在的网络攻击场景 通过这些场景 安全专业人员可以更好的识别和应对不同的威胁 BBC报道 新的书籍新游客 觉醒于旅行的力量与危险探讨了旅游对全球各地的影响 并提出游客这个标签不一定是贬义的 作者佩奇 麦克拉纳汉认为 尽管旅游业常被视为破坏城市灵魂和自然奇观的因素 但它也能带来经济复苏和文化交流 她认为 接受游客这一身份有助于我们自我反思 并成为旅游业变革的推动者 麦克拉纳汉还讨论了最后机会旅游的责任 认为旅游运营商应教育游客 使其在面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景点时产生情感联系和保护意识 她还指出 社交媒体在旅游中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 如多样化的声音和故事 但也需要我们谨慎使用 分享真实和深度的内容 麦克拉纳汉呼吁政府在管理旅游业时应优先考虑居民的需求 并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在享受旅游的同时 做出明智的选择 她认为旅游不仅是经济的推动力 更是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途径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股票被富国银行列为第三季度的主要战术投资之一 思科社银行分析师Himanshu Guttay指出 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市场在第二季度表现令人失望 吸纳量为-500万平方英尺 显示需求显著回落 上一次出现这种负吸纳量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尽管供应方面有所缓解 但租赁量需要恢复 预计需求将在2025年上半年复苏 届时全国可用率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达到峰值 并在2025至2026年逐步改善 BMO油气分析师Randy Allenberger认为 北美油气行业被严重低估 尽管该行业的EBITDA增长率较高 资本回报率更强 且自由现金流收益率优于其他行业 但仍被市场低估 富国银行研究团队将加拿大股票 Algonquin Power & Utilities Corp 列为第三季度的主要战术投资之一 预计其可在升能源业务的出售将成为重要催化季 路透社Breaking Views栏目指出 瑞典私募股权公司EQT计划收购视频游戏服务公司Pewords Pewords的业务包括将部落冲突等游戏翻译成多种语言 为广泛的客户群提供服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行业低迷的影响 EQT提出每股2450便市的收购报价 相当于平均股价的96%亿价 尽管如此 EQT并未显得过度支付 Pewords没有明显的上市同行 但外包专家CAC Gemina和Accenture 以及视频游戏巨头CAC2 Interactive和Electronic Arts 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EQT的报价将Pewords的企业价值定为未来收益的14倍 然而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部分投资者担心 生成是AI的迅速进步 可能导致Pewords的客户将服务转移到内部进行 尽管如此 EQT的资金支持将使Pewords 继续在一个分散的行业中发挥整合者的作用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人工智能AI会议将于周四在上海开幕 预计将展示能够帮助中国 缩小于美国在技术发展差距的创新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发表开幕演讲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治理AI造福全人类 强调中国在制定AI标准方面的努力 此次会议将展示超过1500种AI相关产品和系统 预计有500多家企业参加 包括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 埃隆 马斯克 百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蚂蚁集团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景贤栋等 中国AI领军企业商汤科技将在会上发布其大语言模型 LLM升级版SenseNovo 5.5 上海的图形处理器 GPU开发商Eluvator Corex MoreThreads Softgo和腾讯支持的初创公司 Enflame Technology将展示为填补因美国技术限制 而留下的市场空白而设计的AI芯片 华为的AI芯片部门 Ascent将在会议期间举办闭门论坛 讨论大AI模型时代所需的计算能力 The Independent报道中提到 Evertimer正通过先进的实时观众数据和测量技术 彻底改变实体店内的零售媒体 尽管数字广告技术飞速发展 但实体店内的广告仍停留在静态循环的阶段 难以精准识别和吸引目标观众 Evertimer提供的解决方案 能够捕捉匿名的实时购物者数据 使零售商可以在店内提供动态 实时的体验 从而提高顾客参与度和销售额 通过整合线上和线下广告 零售商不仅能增强品牌的影响力 还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全渠道购物体验 从而促进业务增长 The Independent还报道了Audiomob 在音频广告领域的创新 Audiomob利用AI技术 将广告嵌入游戏和应用中 帮助开发者增加收入 并让广告商接触到新的受众 Audiomob的技术 已被全球多家大型移动游戏 发行商采用 并实现了年负荷增长 通过AI分析实时数据 Audiomob能够以92%的精准度投放广告 并提供免费的AI语音服务 帮助广告商快速生成高质量的音频广告 此外 Audiomob还通过专利的可听性技术 和互动广告局的认证 确保用户隐私和广告效果 为广告商提供可靠的投放数据 最后 The Independent报道了 CIPD如何帮助企业未来发展 疫情和技术进步改变了工作方式 企业需要灵活应对 以保持竞争力 CIPD作为人力资源和人员发展的专业机构 为HR提供职业支持和指导 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CIPD的职业地图和行为准则 为HR设定了高标准 确保他们能够有效管理企业的人员事务 通过与CIPD合作 企业可以确保他们的人力资源团队专业化 能够应对复杂的人员问题 推动组织的成功和发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大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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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